各位看官 世人都小豪门好 唯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 荒种一堆草莫了 世人都小豪门好 只有金银忘不了 终招只恨 巨无多 急到多时 掩蔽了 一首定长诗感慨一下 人生无常 美国号称华人的第一家庭的 美女富豪赵安吉 离奇的在美国殉命 而且死法现在都不确定 赵安吉是谁 船运巨头赵西成的女儿 赵西成1949年在太平伦上实习 对 就是中国的电影太平伦 然后去了台湾 1959年移民美国 1964年成立了福报集团 他在美国影响力极大 和美国的权贵都有私交 2007年他的妻子朱木兰去世 布什和希拉里都曾经发视频悼念 他们赵家在美国被称作是 华人第一家庭 赵安吉继承了福茂航运集团 是顶级的富二代 他的姐姐大家就更有名更知道了美国的交通部长赵小兰 这个赵安吉的丈夫是身家203亿美元的吉姆布雷耶 他是戴尔沃尔玛美国新闻集团哈佛商学院的董事 还是扎克伯格背后的投资人脸书的第二大股东 赵安吉还是亚裔美国人基金会的创始成员 担任基金会顾问委员会的联合主席 他还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青年领袖论坛的成员 这是美国华人的天花板了 朋友们 这个赵安吉在这场离奇的殒命事件中 可以说是死的不明不白 连报道都有各种的说法 到底怎么回事呢 我们来看看啊 根据美国媒体的一些报道 这个顶级豪门的小姐 那可是大大的有名啊 我经常坐在我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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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经常坐在他的父亲 我经常喝到他的酒 我经常喝点多了 我经常喝点多了 所以我可以做得到 所以我们开始很简单 如果我有任何成功在我的生活 我经常坐在我的父亲里的父亲里的父亲里的父亲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有人问说豪门的子女模样都不差 那你遗传吧 那你想想身为富豪 他能找丑八怪吗 是不是 赵安吉算得上一个华人的美女 至于他怎么死的 那根据媒体的报道 前美国交通部长赵小兰之妹 目前日前不幸离世 2月12号 美国福报集团发出了复告称 该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赵安吉 因发生车祸 不幸去世 年仅50岁 车祸发生在2月10号 当时他正前往在德克萨斯州奥斯丁举办的一个商务会议 当地的警方报道事发时赵安吉所乘的车辆被一辆超速闯红灯的卡车碰撞 赵安吉被当场宣布死亡 随后卡车司机被逮捕 并被控酒后驾驶和过时杀人罪 大伙听着这个像不像美国的那些谍战片里边的情节呀 但是他的死法 还有这个人报啊 这也是一个叫凯尔巴斯的啊 是原来跟着郭文贵一起骗钱的一个基金经理 他呢 既然是已经入了蚂蚁帮了 这个说法呢 就有待商榷 说赵安吉是在德克萨斯州布兰科县的一个私人牧场里死亡的 开着他的特斯拉车倒车进入了牧场的一个池塘中 然后去世了 我们继续靠近高峙总和美国的地位 出院出阅了 我们军职一个老公子 但这些离货行货行人 相对民国的民谈认 虽然是明媛上在中国的英国 利益起来保护美国 而那些组线 就是中国的帮助 当年之为的 nucle家凯 Fa里 和公子个人 孙前凯昌 斯区 曼佩 孙前凯 伯 川普 protected, Uh, passed away suddenly in Blanco County, Texas. And Kyle Bass has tweeted out and Kyle has a farm in Texas. And it'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Wayne Child's husband is Jim Breyer. So he's one of the oligarchs, right? That control this company is mcconnell's brother-in-law. He's a billionaire donor wired into China. The company, he was chairman of and there's I'm throwing a lot of people here. IDG just went on the military list. He was at Davos and talked about China being uninvestable. 这是美国的一些极右翼的媒体的阴谋论 说是美国的深层政府除掉了他 好家伙啊 对 这个说的不错啊 他是这个共和党党魁 麦克奈尔的小姨子 还有一些这个不太靠谱的信息来源 这些独轮运们啊 在传说赵安吉是恒大外债的担保人 好家伙 恒大的外债赵安吉担保的 那这个说法不太靠谱 因为恒大借钱的话 肯定会有相应的这个内保外贷的这种手续的 凭赵安吉一句话呀 凭什么给他担保啊 各位 这个不靠谱啊 我个人认为这是独轮运 这就造谣啊 但是呢 赵安吉的他的这个家庭 确实是可以说是深层政府这种政治上层的斗争啊 可以说是在漩涡中心吧 对吧 他姐姐是赵小兰啊 姐夫是共和党的党魁 赵氏家族 向这个麦康奈尔 30年的政治现金的支持 赵小兰 本身对美国那是非常忠诚的 啊 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前夕 赵小兰担任航运系统的指挥人 为后期的这个战争输出提供了重大的支持 他是老布什时期的交通部的副部长 小布什时期的劳工部长 又是川普时期的交通部长 嗯 今年 这个2021年的国会山骚乱事件中辞职 站队了拜拜登 今年2月13号 美国参议院七日表支持29票反对 通过了一项950亿美元的法案 主要用于援助乌克兰和以色列 这个法案601亿美元用于援助乌克兰 这个法案还包括141亿美元用于援助以色列 以及100亿美元用于所谓的冲突地区的人道主义援助 而且这个参议院的共和党领袖麦克奈尔 配合呼吁要通过这个法案 2月12号赵小兰的妹妹赵安吉遭遇了美式泥头车的 这种惨案 美式泥头车 2月13号这项一案在参议院通过 中国的一些网友说这简直是一个太好的阴谋了 他这一死最大的获益者是他的金融前客的老公 金 反正是美国的顶级富豪 华裔的天花板 赵安吉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 说什么的都有 有人说呢 这个他的死因呢永远不可能被查清楚了啊 所以中国的一些网友就说了 说这个华裔在美国无论是富克敌国啊 还是攀附了顶级的权贵乃至是自己成为豪门 都逃脱不了被爆金币载年猪的命运呢 说这个赵安吉还曾经是中国银行2018年到2019年的独立董事 而中国银行的行长刘连科2023年3月31号被拿下了 这个有没有关系呢 各位 当然了 你要是想找这其中的这些这个关联啊 什么事你都能套上一个理由 但是赵安吉的确是不明不白的 就没了啊 到底怎么没的 都不知道啊 所以有中国的网友就说了啊 说美国现在已经到了帝国末年了啊 这个两党之间的党争啊 已经斩尽杀绝的进行这种人身的死斗了啊 说这个对对手对自己人啊 那都是要不死不休的 你何况还是在美国的华人 而且本身还是一个富豪家族啊 这不就当成前代子了吗 美国梦是做成了豪门也得破 是不是啊 有人说 还有人说 说他的遭遇啊 让人想起来一个电影 叫古天乐演的一个电影叫意外 一个团队呢 专门制造看似意外的真正的谋杀案 自从清朝以来 很多带着大把财富出国的中国人 到头来都没什么好下场 各位 这事现在依然是个谜啊 大家怎么认为的呢 见仁见智吧 点个订阅 咱们下期再聊